行政案會社民的出局是通過 農天水利會組織統計修正策案 農天水利會會從離海方面 改造公務機關 同時,會長改造官派 也停止會長的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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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香港外界討論 各個政策案給基金會 是當公機行記者會提出十張問題 批評案外行為不但下違法亂議 和共產民主四年採訪 從二零零二年開始 也就是又改成整個水利會會長 是由會員直選 所以現在又第二次政黨輪替 結果呢 現在自己人打臉自己人 沒有人在選舉前半年 突然間講不要選了 那這個對於整個水利會的運作 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農天水利費過州管派 他們去過州正義 那本我去賣賭 那因為米英人一百年先去賣賓 那我農天水利費去採訪和使命採訪 我去批評政府安有的做法 就配巴江農民去採訪 財產的問題 它這個是你如果說改做公務機關 因為財產是農民私有的 那就等於說政府霸佔了農民的財產 行政院提這個水利會會長官派這個事情 我想各位也很清楚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就是爲了什麼 明年的選舉 會跟整齊人求基金比 說這幾度既成的農民 剛才沒有也要了解整齊的上官 女友 政府應該會本既成的農民 才比較了解 也要去淺氣 反白黑共政府任何會做 要不排除外向基地農民 說明 說用空前的封鎖 來表他反對的理想 下個新聞陳彥林 林韻永 特別報告